铁蛋超人俱乐部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听铁蛋超人俱乐部 我是超人超级肥胖的人 大家一定很奇怪 连续好几周都没有听到铁蛋哥哥的声音 因为铁蛋哥哥已经变成完蛋哥哥了 他就像淡水最后一班列车一样 已经消失在这个历史上 没有啦开玩笑 他呢因为这个子风的剧团最近演出很多 那他又是我们剧团的一哥啊 一个大哥哥 所以呢最近呢就只好 去带着队伍呢去这个巡演 所以呢这几次的节目都由我超人哥哥独自来担刚 那我们今天呢要再为大家提到 这个319的这些人那些事 包括很多地方的热情相亲呢 他们情谊的相挺 让我们整个活动可以顺利的进行 在整个活动当中呢 其实有时候我们最感动的是来自于 观众直接的一个反应跟互动 那尤其呢是在我们319这一路走下来啊 有很多很多的超级粉丝 在北中南都有 他们等于是已经看过子风车 大大小小无数的这个表演的节目 所以今天我们的节目也要邀请到 我们子风车的超级大粉丝 然后他呢今天来跟我们畅谈一下呢 他如何呢这个当上追风一组是怎么样的一个心情 那今天为大家邀请的是我们的阿姿妈妈 好大家好我是阿姿妈妈 对为什么叫阿姿妈妈 因为小朋友的名字有个姿 哦所以叫阿姿 对这种蠢问题为什么会问呢 但是还是要问让大家了解一下 阿姿妈妈 阿姿妈妈本名叫做慧如 对慧如妈妈 没关系我们还是叫阿姿妈妈 对对对 那阿姿妈妈很深 阿姿妈妈现在跟着我们子风车这样大大小小跑了多少场 总共子风车所有的演出有52场 52场了 52场 而且他比较特别是 其实他还不是最厉害的 因为我们有那种319最厉害的已经跑了100多场了 我们苗栗的那个季妈妈他们一家族 然后另外呢我们嘉义还有个阿莉妈妈 他也是大概跑了大概将近快六七十场100场都快用 但是呢我觉得阿姿妈妈最特别是 因为刚刚前面提到什么季妈妈啦 阿莉妈妈他们呢 其实他们都自己有交通工具 他们自己开车 哪里有演出就跑到哪里 阿姿妈妈是完全没有交通工具哦 完全就是靠着这个我们的大众运输 还有两条腿 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你会想要来 子风车系真的有这么好看吗 就有一股魔力 哈哈哈哈 有一股魔力哦 有一股魔力 怎么说 嗯 我也要开场介绍我自己 好来来来 尽量尽量 我是一个平凡的妈妈 嗯 而且是一个没有经验的妈妈 所以我自己叫自己 蠢妈妈 蠢妈妈 为什么被叫蠢妈妈还这么开心呢 其实做妈妈的就是说 看到小孩子脸上的那个 表神情 嗯 他很专注 然后他散发出来让你觉得 心里面那种很幸福 这样子 就是有这样子开始 其实当爸爸妈妈都这种 就是小孩子不管什么喜怒哀乐 其实眼光随时会看着小朋友的这个表情 然后自己的心情会受着起伏影响 对 所以当小朋友在看表演的时候那种专注的神情 或者是那种兴奋的表情 其实会对妈妈来讲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动力 对不对 对 然后第二个就是演员 我是演员的粉丝 第三个才是子风车的粉丝 哦 耶 所以其实你也不只看子风车的表演 就我是来找演员的 很多艺文的活动 其实你都参与对不对 因为自己带小孩 所以时间比较多 所以就是希望让小朋友是接触比较 广泛的类型 你是几岁的时候当妈妈 几岁 三十 没有问年纪 好啦 哦 三十哈 大家不知道你小朋友现在才读幼稚园 这帮我怎么还年纪 这不是秘密 没关系 知道慧如妈妈的都可以 都已经妈妈了 对不对 不用在乎年龄这样子 是 那你之前有工作过吗 有 我是 我是怀孕六个月的时候公司裁员 那本来就有考虑说要自己带小孩 是因为你怀孕他们把你裁员掉吗 不是不是 是公司刚好在那个时刻 哈哈哈 所以你有想过说 曾经就是想说小孩生下来 然后继续工作 没有 本来就要自己带 本来就想当全职的妈妈 对讨论 就觉得是第一个小朋友要参与他的成长 所以很谢谢子风车耶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 没有 就谢谢老公 是 老公很会赚钱 所以让你有没有后顾之忧 不是 要先谢谢子风车 后来才是老公 哦 对 他现在是老板 老板真的有绰号 因为都要得到门票 要得到门票 我就可以参加哪一场 这样 你知道全英会闹一个笑话 就说要到门票 然后你们的工作人员说 诶 他门票有了吗 我怎么怎么都还不知道 我说不是 是我老公的门票 他要先说好 哦 要他答应 有那个证 才有那个经费啦 对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也会 工作人员网制就写说 啊 个人的啦 就会写说 谢谢先生啊 谢谢我们去看啊 什么什么 我老公没来啊 怎么会这样讲呢 他说因为谢谢他给你门票 所以大家都知道 其实真的不只是经济来源 我觉得有时候 一个家庭 就要带小孩这样子跑 其实另外一半的 那个支持也很重要 没错 因为有些 有些先生不喜欢 那个老婆带的小朋友 到处跑 对 所以我常常讲我先生 第一他 他就是说 他能够一起跟你参与的 他愿意 然后他假设说 他工作没空 他没有休假 然后或者是说 他今天他就是很累 他想休息 他愿意让你去 真的 我觉得这很重要 所以他自己也会去 会啊 他参加九场哦 哦 你要把他记录 他有一天跟我讨论 是他自己跟我讨论 然后我还有点 就是漏掉好几场 他还自己提醒我 所以我就干脆 总整理一下 第几场他有去这样 其实我觉得有时候 其实这样爸爸真的也算有心了 因为真的是很热情参与 那其实就像你刚刚讲的 看到小朋友那种神情 其实爸爸也会这样子 对啊 就是小朋友那种 对啊 只是妈妈现场带了很多照片来 真的看到小朋友那种开心的神情 其实爸爸也都会很想参与 但是真的有时候工作太累 其实我常常看到 因为我们在观众席 因为我是导演嘛 有时候坐下面嘛 看观众席那个反应 爸爸看了看了就睡着了 哈哈哈 你就觉得说真的 不是说戏不好看 但是因为工作的疲累 其实平常假日 就是爸爸妈妈休息的时候 对 可是呢 因为要带着小朋友呢 来接触这些不一样的表演 所以很多爸爸其实就是真的是 身体疲累状态下来 那当然有些爸爸妈妈都看得比小孩开心 可是有些爸爸真的太累了 然后看着看着 然后就坐在沙发上睡着了 对我印象最深刻就是我们二月份 要跟花莲的三连演的时候 其实他很担心耶 然后我就觉得说 有什么好担心的 像我这么胆怯的人 他担心什么 担心来这边不信 因为像我的个性 我以前就是说想要去哪里 可是可能我不会坐火车 或是说那地方没去过 我就打消念头了 可是其实直风车真的让我勇敢 我就说我是那种AB月台 为什么有AB月台 然后为什么还要分一二三 是搞不清楚的人 可是从你开始去查 可能打电话 一通电话去学校问说 我去然后附近有没有吃的 或是有什么状况之类的 因为那时候都还不认识演员 都还没开始去搭讪就对了 所以有一些问题我要 因为你毕竟是带一个小孩出去 所以你有一些 会未知的问题要先想到 然后要先去问好 自己也比较心安 然后你要跟另外一半报告的时候 也让他安心 所以去花莲这一场 他就非常担心 然后我就说很奇怪哦 人家都背包背着就去国外自助旅行 我在台湾了 而且语言都通 那连这样都还不能出去 我觉得这样子好像把你框住了这样 那不过后来就是说先生他的价 刚好其实很可爱哦 他修就是你们演出是 演出是252627 他修242526 所以其实花莲他跟我去 然后第一天他就是跟花莲当地同事开他的车 然后我们就一路杀到瑞瑞去了 然后第一次在瑞瑞看到彩排 所以从此以后爱上彩排 真的 因为彩排会看到你 演出看不到的东西 不是 然后还有因为演出过程不能拍照不能摄影嘛 那演出之后又常常遇到小朋友他的情绪不是说那么想拍照 所以可能这一场我们有去 可是我们没有拍到照 或者是说到后期有跑比较远 我必须要坐能够回到家的车 所以我提前离开了 所以我觉得彩排 我现在就常常彩排回去那种照片是800多张 我根本就是想我这要怎么整理啊 哈哈哈哈 就会遇到这个问题 然后第一天就住瑞瑞 我们第一次一家三口去外面旅游住宿泡汤 你根本就不知道台湾花莲的瑞瑞这个地方有温泉 你看多物资啊 然后甚至说可能就在你们家隔两个乡镇的地方 你也没去 没去过 然后就因为看子风车有机会去 然后到凤陵啊先生开车 在你去找到那个地方 然后看好那个场地 然后知道住哪里 他就必须要开着车 回到花莲市区 把车回同事 然后还同事 然后一起搭晚上的火车回台北 因为他们隔天要上班 所以凤陵那一场我跟美美看 然后两个看完之后 因为凤陵算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小乡镇 听说那一天还有一个他们 那一天会很热闹很热闹的小夜市 我走着走着 还会不小心很大条的路都迷路还会怕 因为晚上没什么大灯光 没什么车辆 会这样 然后凤陵也是住民宿 然后第二天 去也是会参观当地 什么景点啊 校长工工厂啊 什么景点 然后遇到那种很好心的社区妈妈 其实他们就是昨天那一场的志工妈妈 好有趣喔 然后他就告诉你说 不要去坐车啦 走出去哪里哪里有公车 我说当时有公车 不知道啊 然后他就告诉你说 公车到六七重化区路车啦 你不知道哪里是六七重化区 原来是旧火车站 因为现在人家都知道新的 所以其实你说六七重化区 反而让我找不到 然后就真的喔 然后去也 其实我觉得都是遇到贵人 到哪一个地方就刚好去 诶 再没三分钟公车来了 然后公车就是飞快的这样 啵啵啵啵啵啵 一个刹车里的飞包还飞出去 那样子 然后就到了花莲市区 然后下车 我问路 因为太重了 好热 你知道那种 整个观众喜事完全没有遮阳 然后我小孩啊 他根本就没在想这个 他愿意去坐在那里看 当然不行要把他抓走 然后问路的时候喔 都还会有那种大姐 他就直接摩托车钥匙说给你 因为我就问一个景点 叫松原别管 走有点远 可是那景点是在这个地方 很近的地方 就真的骑着陌生人摩托车 我怕什么摩托车 他借我的 又不是我借他我怕什么 真的骑去那里玩一玩 然后三点 下来还人家车 然后从彩排开始看 你看从阿兹妈妈的这些言谈当中 邀请到这种来宾非常羡慕 因为主持人不用太多 他就可以一直讲一直讲 一直讲 因为这些事情都太深刻烙印在他的脑袋里面去 而且因为就像刚刚讲 你看 从他不会坐火车 然后到自己要去 带着小朋友 然后这样子跟着319 或是跟着子风车这样跑 其实真的是阿KIM 一个八岁一个人去旅行 都不算什么 我觉得这个也是蛮厉害的 你又你可以写一个故事 我们可以把它搬上舞台上 我写故事喔 对啊 我老公说 我可以写一本书 叫做我看子风车的日子 没错 所以在你出这本书之前 我们今天节目就先邀请你来 谈一谈跟着子风车跑的心路历程 对然后 你不只可以去 你从来没去过的地方 我记得 跑最远是那个台中东四的白冷博小 然后那一场是很特别 那下午2点 然后我就觉得说 你看真好喔 台北下来有时间 然后回来晚上有时间 够我回来 你如果说是一样晚上的这个时间 我可能回不来了 然后那时候 还不常说 会在当地停留 也许那个地方很偏僻 你也找不到住的 然后只有你带小朋友 对 所以跑到白冷去 白冷是最远 最山上 最山上 交通比较不方便 坐好久 对啊 然后 前一天晚上 家里有家庭聚会 就是很好的朋友 然后就说 就很高兴的说 我明天要带妹妹去哪个地方 然后他们就说很远欸 然后就想说很远 那 第一你又不会开车 那好 这个观光景点你以后会去吗 假设这一个地方 没什么特别的观光景点 也许你这辈子不会去这个地方玩 然后再来说 欸你有没有亲戚朋友住这里 没有 那你可能真的 这辈子不会来这个地方 可是因为今天 有子风车在这里 办一场这样的表演 我就能够 全台 3191箱子 很多地方我们从来没说 像以前我跟我们知道 台湾有个地方叫万荣 万荣 花莲 花莲 有听过非常小啊 对很小 然后呢 我才知道说 原来台湾有两个东市 一个在台中 一个在云林 云林有东市 你看 老师还不知道 糟糕 回去要好好问一下 所以其实很多很多 因为3191东市也开启了 我们的视野 开启我们跟这块土地的一个连结 那当然了 因为这样子能让很多很多 有兴趣的观众朋友也跟着我们一起跑 像阿兹妈妈这样子 也开启新兰丰富的一个生活 好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再回来继续 聊聊阿兹妈妈追风族的一个心声